今天我们画一个马云先生最不感兴趣的东西 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不能没有它 在这儿先和大家说明一下 虽然画的是美元 但是并没有崇洋媚外的意思哦 原因呢相信大家都能理解 我们就不展开讨论了 还是把讨论的重点回归到画画本身这件事情上 前面看到有小伙伴想要画这个 所以今天特意安排一下 其实这张画是蛮小的 而且形式也相对简单 用的工具主要是中文的水彩纸 还有不同颜色的圆珠笔 马克笔 水彩笔 大概用了四个小时 感觉画一些比较小巧的画还是蛮好玩的 因为小 所以很容易让人把注意力高度集中在这里 当我们进入了这种状态之后 就会忘掉很多事情 比如忘了自己在那里 忘了身边有什么 甚至忘了在干嘛 当我们停下笔之后 才发现原来时间过得那么快 有时候画画是一件很治愈的事情 可以让人忘掉很多烦恼 好了再说下去就跑皮了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 后面画些什么内容呢 也希望能让大家参与进来 给一些意见或想法 大家可以把想看的内容或题材写在屏幕里 我会留意一些点赞较高的评论 然后能找到合适的素材 就会画给大家看 谢谢大家